位在櫃台前的服務人員 這兩位目前還在持續收集當中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 這個比較碰到的困難點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二三樓 二三樓整個的夾層 還有整個的 我們所有的天花板都擠在一起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們所有的救難人員 比較難以去進入 這個樓層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目前他們還在等大型機具 或者是找到有空隙的時候 想辦法要進入到地下室 盡快在最短的時間內 找到這兩位能夠 是不是是否有生命跡象 能否在最短的時間找到他們 我們最希望收集人員 有最好的消息 統帥飯店倒塌了 事實上我們看到 2010年 2013年 其實統帥飯店都有進行結構 勾勢的補強 但還是不敵大地震 好 那當然很多人看到 整個建築結構 在第一時間覺得有點眼熟 因為是不是這個柱子的 這幾個紅色柱子的支撐力不足 有點像是兩年前的 台南大地震的圍貫大樓 長得好像也是這個樣子 好 目前您所看到 這是飯店的外面